已经会写歌送给他心仪的小女朋友了 那么现在呢 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写下了最年轻发行创作专辑的记录 小小年纪的他有个愿望 希望长大以后 可以跟偶像张栋梁一样 用音乐感动更多人 11岁的蒋荣宗 以清澈的嗓音 唱着自己的创作歌曲 七彩光芒 不只能唱 蒋荣宗还会演奏钢琴 大提琴 小鼓等五种乐器 与父亲知名音乐制作人蒋三省合奏 父子俩默契十足 蒋荣宗说会热爱音乐 都是受到父亲影响 这些我都要谢谢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帮我制这张专辑 蒋荣宗出众的音乐才华 让他在校园里早就是个风云人物 有些人都会找我钱 或是拍照也有 六月蒋荣宗发行了个人全创作专辑 除了他最年轻个人专辑发行记录之外 也已经卖出了一万多张的好成绩 11岁的他开始会写情歌送给心仪的女生 希望长大之后像情歌王子张栋梁一样 用音乐感动更多人 年代新闻杨文成蔡一帆 台北报道 谢谢